財財競載運通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關破證 這邊還是要持續的提醒大家 盤勢還沒有說很穩 有一些正準備開始進行補低的股票 記得一定要趕緊把它賣掉 先趕緊把它賣掉 昨天整個我們也看到 昨天道瓊指數還是呈現拉回 道瓊還是呈現拉回後漲 那比較強的可以看得出來 昨天納斯達克指數就已經不怎麼跌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從昨天剛開盤去看 道瓊還有先大跌之後才反彈 可是納斯達克指數反而就幹嘛 已經先出現指跌回穩的跡象 那雖然說這種子裡的訊號雖然說不是說很強 但是至少沒有跌破前低 至少沒有跌破前低 這個情形我們可以看S&P500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看昨天的S&P500留下一個長下影線 也是沒有跌破前低的低點 所以就像我跟他提到的 我說最近的修正 我是覺得有點講枉過正 因為我們也知道 升息本來就是美聯儲今年 他一定要做的重頭戲 他一定沒補了你知道嗎 他已經沒有招數了 他除了升息還能幹嘛 但是站在拜登政府的想法 誰說沒有辦法的 壓油價 別忘記 前年還是去年 記不記得那時候原油曾經跌破20塊美元的時候 是誰的傑作 不就是美國的傑作 對不對 拚命的賣業員有把油價給打趴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對於操縱這種所謂的重要物資 這種大宗商品物資 不是說沒有辦法 只有一個商品是沒辦法控制的 食物 比如說天災的時候 蝗蟲過境 所有的稻物全部都無法收成的時候 那個時候原無料定 這個絕對不是人為可以控制的 你灑再多的肥料 對不對 你也沒辦法 你砍掉再多的森林幹嘛去種都來不及 只有這種食品類的 是無法透過人為的控制的 可是這一些其他的物資 比如說原油 我增產價格就得 我減產價格就會漲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我倒覺得原油的下跌 絕對有利於舒緩通膨 不管是我們自己台灣本身 國外全世界都一模一樣 因為它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消耗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覺得就是說 雖然說大家現在都比較悲觀在看待五月份 我們美聯儲會強勢的升級 但是我個人覺得現在大家都拆兩碼 我預估搞不好說不定只剩一碼 搞不好只剩一碼 因為當物價已經稍微平易之後 它就不需要再用那種很用力的方式去調高這個 去升級的 我們到時候消耗給月份再來看 好 那我們趕緊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今天大盤呈現一個沒有主流的盤面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主流 好 沒有主流 也沒有特別強的類股 也沒有特別弱的類股 但是有個族群卻是非常的弱 就是高價股 特別是你看像系列K1還打到跌停 這個肯定會對於整個高價股來講 是一個信心上的打擊 還有包括像信滑 有沒有看到今天也是壓回 6533的金星科持續的往下破底 3532的像台勝科這些很熱門的股票 都是持續的修正 還有裕泰也是破 6781的ASKY也是破了1000的 這也是持續往下修正 今天最弱的都是這些高價股 還有包括3661的四星 你看今天是往下先持續的修正 還有像立望昨天很弱 今天持續的走落 好 大家已經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了 今天的重災區反而是在這些高價股 所以間接的也影響到了 今天的聯發科持續的創下短線的新低 最低來到825塊 略微破底 略微破底 當然你說這一些動輒五六百 七八百上千元的股票 一跌下來多多少少 都是會有所影響 但是就像我跟他 昨天有跟他提到的 就說稍微跌破都沒有關係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說 整個盤面能不能競速的亮縮止跌 對 以現在整個大盤來看的話 昨天大概是兩千 昨天是三千億 雖然說不是說很大的一個沙盤的量 如果說今天大盤還是持續的 雙輕低的情況之下 看看今天的量能不能縮得再少一點 我覺得啦 因為當行情不好的時候 那個資金追繳的壓力 是一定會有的嘛 所以這種輕符合的這種方式 肯定對很多用融資 買股票的投資朋友來講的話 看到盤點 那種心理的壓力肯定是很大的 有錢的還好啦 沒有錢的就要去想辦法去湊錢 幹嘛在補融資 這導致就是說 現在盤面上基本上來講 是完全沒有什麼 沒有主流 沒有信心的 這邊剛剛做個提醒 那有沒有看到嘛 就是說昨天某些類股來講的話 昨天最弱的就是什麼 防疫的相關類股 那今天最弱的又變成高價股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每天都有強的類股 每天也都有非常弱勢的股票 所以在這種非常雜亂無章的盤面之下 說真的很難有大的報酬率 你看昨天很多強的股票 今天就轉弱了 很有可能今天轉強的股票 明天又會大抵 所以這種高難度的操作 我只能跟他提醒 就是說當然越是做短線 越是考驗到 你這個對盤勢應變能力 還有選股的功力 因為很有可能看到吉拉一追就逃住了 看到擊殺一砍就砍到地點了 這就是最近檯面上的一個寫照 那當然說我們剛剛列舉的這些像 包括像犀利來講的話 你看今天這樣一路殺到跌停 之前我有跟他提到 一般來講這麼高價的股票 一般持有的人大部分都不會是散戶 持有這麼貴的股票的投資朋友 絕大部分應該都是資金 有到一個combo的 一個實力在的 不一定過億 但是肯定不會是窮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像以系列來講的話 你看今天持續毫不流行的 灌到跌停板 這個對於整個盤面上的信心 一定是會有影響的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檔很便宜的股票 所以間接的也會影響到其他一些 高價股的表現 那之前我有跟他提到 就說高價股的值得回穩 對大牌是很有重要 很有關鍵性的 你去看像今天我們講最強的這些 什麼321的這些台加速好了 我相信像台加速的這種股票 就算今天拉漲停 你也不見得會有感覺 大家懂嗎 為什麼 因為它股價在三十幾塊 就算你看到今天天宇 像天宇這種股票反彈 跌升反彈 你也不見得會認同它 為什麼 因為股價只有二十幾塊 包括什麼3170的統證也是一樣 對不對 表現在強 因為它們畢竟是低價股 這種股票比較偏主力色彩 一般來講這種股票就算漲 就算在打底的 你也不見得會認為說 這種股票它會成為主流 所以現在我這麼講好了 為什麼高價股這麼重要 為什麼我一直在觀察 像聯發科 或者其他這些高價股 因為這些高價股的止跌 它才有辦法把大牌給hold住 它才能夠把這個 目前來講大戶在撤資的這個情況 把它遏止住 否則這些實戶大戶一直在賣股票 說真的對台股來講 它不見得是好事情 它的動能不斷在流失 錢不斷在流失的情況之下 你說後面怎麼會有什麼反彈的大行情 所以今天當然也許人會覺得說 那我們不一定要依靠這些實戶大戶 只要三大法對不對 靠外資 靠頭信 靠自營商 進來買難道不行嗎 外加什麼四大基金難道不行嗎 當然買盤當然越多越好 大家都懂我意思吧 也許外資可以撐起半片天 加頭信加自營商 可是如果絕大部分的這一些 比較有資金的實戶大戶一直在撤的話 說真的你光靠外資自拉自唱 自談自唱能夠唱多久 因為最終的結果行情要推升 還是要靠大家的力量 所以接下來要跟大家做個提醒就是說 因為今天的高價股太弱了 所以一定會稍微擠壓到磐石的質問 也正因為如此就像我所說的 別的股票不一定特別的重要 但是聯發科他今天就一定很重要了 為什麼 只要他不要再破 對檯面來講的話他是會有幫助的 他絕對是會有幫助的 相反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台今天稍微好一點點 雖然也是創新低 但是至少那個壓的力道 已經沒有像昨天那麼明顯了 那麼明顯了 當然我們有時候在判斷 一個所謂的最後的趕底階段 大家知道一般來講陌生段的時候 漲的都是一些什麼 比較偏頭性的股票 我們如果把時間拉回到 這個18619那段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個時候漲的股票 十之八九都不見得是你叫得出名字的 可能你還在想這些公司是做什麼的 大盤已經18600了 當然18600那個時候還有檔股票 表現也非常的關鍵 就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是跟著上去的 也正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積電 也跟著一起大盤來到18600 所以那個時候的氛圍 沒有人認為那邊是陌生段的味道 可是記不記得那時候的節目 我有講過嗎 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說 大盤不能只靠台積電在獨成 所以那個時候除了台積電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股票 投機類股 特別投機股特別的多 跟著大盤一起上18600 好 那我們現在反過來看 當時的高點是在台積電這邊所貢獻的 我們不能說台積電它是投機股 但是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 一般來講股市的高點 我們來講就是所謂的陌生段 就是說漲勢的末端 大部分都是由這些投機股所構成的 那反過來 那底部區呢 底部區大部分 絕大部分 都是由這些機優股所鍛鍊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通常來講 這種機優股在跌勢的末端的時候 它是一個測試市場認同度 一個最好的機會點 我打個比方好了 比如說現在把台積電壓下來 如果很多人積極的在那邊佈局台積電 這為什麼 而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像台積電這種好股票在500多塊 已經買點浮現了 所以很多人願意掏錢出來買 你買我也買 大家買的情況之下 那你說是不是指定回文 我們先不去考慮什麼指標的問題 什麼低檔背離這些先不去考慮 先不去考慮 所以為什麼說在很多跌勢的末端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好股票 而不是看那些爛股票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第一點 敢在一個股票在破底的時候 還去買股票的人 也許單一個案它不是非常的明顯 比如說今天你敢買 你只買一張那沒有用 對於只能買一張 跟買一千張或一萬張的人來講的話 可能那個是買一千張或一萬張的人比較有影響力 我相信在這邊有能力買一百張 一百張可能對台積電來講沒什麼 有人在那邊買一兩千張台積電的 你想嘛 動輒掏出好幾億 這種人絕非等型之輩 所以我們要去療癒就是說 像台積電這種機優股 它絕對是機優股 哪怕你不去看台積電 比如說隨便嘛 有的人喜歡聊鴻海 我們可以看鴻海對不對 你看 比如說今天對像鴻海來講的話 我們沒有人敢說它是爛股票對不對 包括像什麼台達電這些股票也是一樣 有人敢說台達電這種股票是爛嗎 有人敢說鴻海華碩這些股票是不好的股票嗎 並沒有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說在觀察整個大盤 越接近到跌勢的末端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今天先做一個大膽的假設 就是說如果說今天要斷定大盤 一萬六千點是守得住的 我先跟他講 假設說我這是一個假設 就說如果我們今天要判定大盤 一萬六千點是守得住的 你想吧 怎麼可能是靠台加塑這種股票來守嗎 大家都懂得意思吧 也許今天看起來不錯 對不對 像什麼天宇這些 你看這些股票你看都盤很久 你看為什麼天宇今天會這麼強 人家早就打底完成了嘛 為什麼台加塑今天這麼強 你看黃金右腳完成 你看打底完成 為什麼像這個戲碼最近可以這麼強 你看是不是右腳完成起攻 對不對 都是一樣的道理 為什麼童爭這種股票可以那麼強 你看這個已經慢慢留在打底的跡象 所以當然我不是說這些股票不好 但是這些股票基本上來講 掛不上機優股的招牌對不對 他們就是少了一個機優股的光環 所以我們當然要看比較偏向高價的股票 所以在這邊來講高價股來講的話 當然今天最多的系列 重重的打擊高價股的信心 包括像台積電也稍微壓回 也影響到聯發科 所以我們要去觀察就是說 這些高價股能不能快速的止跌回穩 那當然止跌回穩的一個關鍵就是 第一 賣壓要減緩 簡單的說只要外資不要再用力的賣 基本上要破離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 再來量說賣壓 當賣的壓力越來越小的時候 想接的人他才會願意慢慢去接 他就會形成一個抵銷 所以通常來講這邊一定會出現短暫的量說 所以我們來觀察 這兩天我們以今天開始來看好了 因為昨天是大跌了 如果說今天開始出現一個比較漂亮的 止跌回穩的量說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也許短時間之內大盤他不會大跌 不會大漲 但是要再大跌的可能性也沒有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跟他提到 你看我們昨天來看一下這個S&P500就好了 別的不用去看 S&P500也是很明顯 你看已經慢慢慢慢有一點止跌回穩的跡象 你看這個底部已經有買盤的進駐 這個情形你再繞回去看 納斯達克的情形也是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他沒有破前提 那如果說納斯達克如果說指數有辦法在那邊競速的止跌回穩的話 對於台股他會有幫助的特別是電子股 特別是電子股 所以你看我這幾天是不是提醒大家 我說有些傳產的股票 也許是比如說像航運股 比如說你手上有類似像長榮或陽明 哪怕是萬孩的 不管你手上有哪一些航運股 你要特別去留意 航運股它會 類似這種傳產股票會稍微補跌 跌到哪裡這不是討論的重點 我今天不是要去跟他預判說 這個航運股長榮會跌回到多少 我只要告訴大家它一定會補跌 因為這種補跌效應最近太明顯了太多了 你看包括像什麼 創委補跌 你看資源補跌 包括之前我們做空的你看這個博士 這些都是前一波來講表現很強的股票 可是你看最近都是什麼 跌得最慘的 都是最近你看都最近 有不過最近的一些事情而已 你看都是補跌得最慘的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最近會補跌得那麼慘 因為前面沒有跌 所以當法人已經沒有股票可以賣的時候 我只好去賣那一些沒有跌的股票 所以才會造成類似像資源 創委這些股票最近會跌得那麼慘 這就是這種補跌的效應 大家要記得 而這個補跌的效應 不是單只會在電子股上面 傳產鋼鐵一定都會遇到的 一定都會遇到的 你看像最近我們隨便抓幾隻 你看這個鋼鐵股是不是在補跌 一桶破底穿透是不是補跌 大家懂我意思吧 我昨天是不是告訴大家說你看光一個中鋼拉回 你看就影響到所有的鋼鐵股 再好的基本面都會被它打死 營壽再好也會撐不住的 大家懂吧 這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有跌 這個情形就發生 好比說銀行股之前我也告訴大家 要提防它會補跌 雖然銀行股跌的不多 但是你看光這一段影響到大盤好幾百點 像什麼華南金這些都是一樣的結果 你看前面都不跌 後面你看只要稍微壓回 都多多少少會影響到大盤的指數 大家懂了吧 好 大家懂了 反正我只是做了一個提醒 至於該怎麼佈局怎麼做 這個我們就在下階段再提醒大家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名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外籍家庭看護工 受疫情影響無法來臺 家庭照顧誰來分擔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回母國休假未能返臺 只要被照顧者 經縣市政府照管專員評估 屬長照需要等級二級以上 就可申請使用各項長照服務 如有需要 可播1966長照專線申請 好 你看喔 最近補碟的 就是像類似像台肥啦 你看 還有包括像這個1708 東建 這個就像我講的 因為這一波來講 的確在整個原物料來講的話 的確是利好他們啦 特別加上同盟的關係 可是因為這些股票之前這一波 完全都沒有跌到 所以這些股票當大盤在 我這不講好了啦 比如說當電子股慢慢在開始 出現一些落底的情況之下 這些股票它面臨到拉回的壓力 它會特別的大 比如說我現在滿手的 比如說類似像台肥啦 東建這些股票 比如說我現在想去撿便宜 買那個跌升的電子股 我勢必一定會把這一些 漲多了 不管是像什麼東建 這些股票我一定會把它賣掉的 將心比心嘛 我覺得每個人的操作模式都差不多嘛 比如說我今天我想去買電子股 我肯定會砍這個的嘛 我把東建賣掉之後不管賺多少 我慢慢的把它移到去 我想去買一些跌升的電子股 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過程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最近的大盤它就是這樣 就是說弱的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十至八九都是之前漲多的嘛 那比較不疊的我們不要講強的嘛 比如說比較強的像我們今天看到 剛剛也跟他提到的 比如說像台加索這種股票對不對 這個都是已經開始領先打底 我不是要推薦你們去買台加索啦 我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從最近走強的 轉強的 以今天來講最明顯嘛 你看台加索是不是一個底部完成的股票 你看今天就工漲停 包括像這個天宇你看也是底部完成 有沒有大漲到無所謂 但是至少這些已經底部完成的股票啊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什麼優勢 就是就算大盤不小心再跌下來 這些股票啊 再跌有限啊 那為什麼他們再跌有限呢 因為他已經領先大盤打底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觀察 在佈局的主流上面來講的話 就有分為幾個階段 比如說第一個階段 當然那是像台加索這種股票 已經領先打底完成了 可不可以進去搶個短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啊 這個就是你可以進行 下一步思考的關鍵 大家懂我意思吧 比如說你今天也覺得說 老是不錯 這種股票看起來 哇 這個雙底完成 感覺起來有機會突破前高 那當然你可以以少量的資金 去踹踹看 就是這個道理 那至於能賺多少 那就要看後續大盤的反應 如果說今天大盤它能夠快速的直穩 那當然這種股票它反彈的力道 它是會有的 這就是一種思維 大家懂嗎 那當然還有一些跌得很深的股票 就像我之前跟他聊到的 有些跌得很深 像我們來看嘛 就很多IC設計的股票來講的話 的確跌得明明貌嘛 你像什麼金燕啦 6568的這個宏觀啦 或者是像之前跟他聊到的 比如說像這個什麼金鴻啦 或者是6588的這個 3588的這個通家 像這些股票 都是IC設計股裡面來講的話 跌很深的 但是不是說看它跌成就一定要去買 還是要稍微等它稍微直穩之後 再去幹嘛 再去挑選一些基本面比較好的 就像我講的嘛 有些股票它已經確定要除息了 而這些股票它現在剛好面臨到 整個電子股的修正嘛 所以它還沒有落地 就像我講的嘛 接下來這個月 我個人的看法啦 這幾天跌一跌啦 5月份它不一定會跌啊 因為5月份開始時序要進入幹嘛 除息的旺季 有些公司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以聯發科來講 它現在含息未除七十幾塊 七十三塊 那你說如果它現在先跌的話 說真的它到時候一除息下來 它豈不是要填息的可能 難度就很高 所以一般來講 它會先撐在一個點位 或者是先把它拉高完之後 再去醞釀一個除息的空間 這是普遍大部分很多公司都會做的做法 聯發科會不會這麼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觀察 所以我相信只要台面上 有一兩支除息的股票 只要表現出這種除息行情 還不錯的情況之下 個人看法啦 5月份的行情不一定要很悲觀 有沒有大魚大漏 這個當然要看你怎麼選股啦 但是有很多超跌的股票 跌升的股票 特別是都集中在電子股來講的話 我認為都是不失為一個非常好 撿便宜的好機會 那當成這種撿便宜就看你要不要去撿 給大家做個提醒 好啦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我希望說投資朋友 盡可能不要去追高 盡可能不要去追高 因為我已經跟大家做提醒了 很多最近盤勢不穩的情況之下 補跌的股票非常非常的多 而這些補跌的股票十之八九 都是在之前三四月份漲得最強的股票 現在都面臨很大的修正壓力 當然這些股票甚至都可以拿來做空 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而且融資很多都在高漲 那當然做不做空這個看個人 看你自己去決定 但是我只是給大家做個提醒 要特別去留意這些 已經正在面臨拉回修正的壓力這些股票 記得先避開 先避開 可以把重心慢慢去看那些跌升的電子股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認為不錯的一個佈局的方向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啦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都歡迎你跟我們線上助理進行聯繫 當然一份歡迎你加入做法社粉絲專頁 可以進行線上的交流還有諮詢 全部做預祝所有投資朋友 超市舒立 我們下午見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盡在運通 持股集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庫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